妙龄少女为了唤醒自己的干爹 毅然决然咬破自己的手腕 然后将鲜血灌进棺材里 随着鲜血进入干尸嘴里 枯竭近万年的心脏 竟然开始恢复跳动起来 而这个干尸 就是吸血鬼三大创世长老之一的维克多 在得到鲜血滋润后 维克多从棺材里走了出来 随后又在几十包血浆的作用下 渐渐恢复了人形 维克多对少女唤醒自己很是生气 少女却说有紧急事情 吸血鬼种族危在旦夕 死敌狼人进犯 本来在维克多的带领下 吸血鬼打败狼人 成为黑夜掌控者 狼人从此一蹶不振 但是最近狼人部落 却出现了一个领导者 吸血鬼被打得节节败退 有的甚至刚刚露出吸血鬼的小狗牙 就被狼人直接咬死 根本没有一点抵抗之力 那么维克多能挽救处于危机边缘的吸血鬼吗 非常精彩刺激的吸血鬼题材类电影 狼人与吸血鬼的奇幻大战 强烈推荐你去看看